大家好 从这集开始 正式和各位分享 我挑选电脑椅的心路历程 第一集分享的那个坐姿标准 是我在这几天各种调查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成果 当时在开始调查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白 对于电脑椅的品牌价格功能 都没有概念 这集先分享我调查电脑椅的品牌和价格 分享这方面的信息 先说价格 到底换一个多少钱的电脑椅呢 我感觉得换个1000块钱以上的 估计1000块钱以内的改善不明显 另外 椅子用的时间比较长 它不像电脑的CPU响卡 手机之类的 更新换代那么快 以前看过一位UP主 分享过一个14000人民币的电脑椅 他说坐在这把椅子上 工作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14000有点超预算了 我想尽量别超过2000人民币 如果特别好 别超过3000人民币 我也不需要工作一整天 我习惯每隔一个小时左右起身休息一下 走动走动倒点水 下面再说一下我看了哪些品牌和产品 这些天的调查其实都是云调查 信息来源主要是京东和淘宝客服 还有百度和谷歌搜索 视频主要靠的是国外的油管 国内的视频网站 关于电脑椅相关的内容特别少 可是油管上只有国外品牌的产品 我们国内品牌的产品 在油管上几乎找不到 在国内的B站 今日头条 这种视频文章类的网站 关于电脑椅的信息也非常少 在这方面国内厂商需要加枪 如果要购买的话 主要考虑从京东自营和实体店购买 以后售后方便些 实体店还可以亲身体验 这点很重要 除了感受这把椅子 适不适合自己以外 还能感受到材料和做工 和店员以及其他顾客交流 对最终的选择也是很有帮助的 在刚调查品牌和产品的时候 我真的晕了 因为国内有些品牌 它的英文名非常像 前半部分都一样 都是ERGO开头 我开始还以为 这里一定有一个是大牌的品牌 其他品牌都是仿的 可我后来到国外网站 一查询才知道 这个Agonomic 是人体工程学的意思 这些品牌的英文前半部分都一样 说明他们都很注重人体工学 不存在谁抄谁 但网上评价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国内的有些产品是抄国外的 人体工学在国外兴起比较早 国内的品牌大部分起步比较晚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 这款是国外的电脑椅 名字叫IOO 我们在国内也能看到这个名字的产品 这把椅子价格是679美元 美国亚马逊的价格 还有一款叫Smart Chair 它的品牌是Smart Desk 价格是210美元 为什么要提这两个产品 我们这集视频先看一下它的图 在下一集能找到对应的国内产品 类似的产品 那么问题来了 是买国外品牌的产品 还是国内品牌的呢 国外品牌的产品 我能找到的价格都很贵 看图片和视频介绍感觉特别棒 当然价格也不便宜 都在1000美元这个档次 国外品牌的产品 在200美元这个等级 也是有很多不错的选择的 可惜国内享受不到 国内品牌的产品 价格相对便宜 1000到3000人民币 这个区间覆盖的产品很多 大概梯度可分为1000元档 1500元档 2000元向上加200档 向下减200档 还有一个小3000元档 关于国内品牌产品的评论 说什么的都有 每款产品都有好的评价 也有不好的评价 其实这很正常 产品都有优缺点 这些缺点有些能接受 有些不能接受 具体要看买家怎么选了 那么这些缺点都是什么呢 在买之前谁会告诉买家呢 买家在购买之前是如何了解到这些缺点呢 网上的购买评价 以及对评价的评论 哪些是真实的 哪些又是水军的呢 谁又能分得清呢 关于国内电脑椅的品牌 这一集我先开个头 具体品牌和产品 请看下集